佛教中的四大菩萨 你知道是哪四位吗? 别问错了哦 第一位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也叫观世音菩萨 观自在菩萨 根据《大悲心婆罗经》中记载 观世音菩萨以大悲愿力而著称 并且他以观世间身因救众生于微烂之中 他还会因不同众生的身份 世间不同的身相进行救赎 观世音菩萨是慈悲的代表 在人世间许多人诸多善良的品质 这些品质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因事而改变 被个人的心底 其实都有一位观世音菩萨 希望自己在困难的时候 有这样一位观世音菩萨进来救赎自己于微烂之中 并且希望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水灵 第二位文殊菩萨 文殊菩萨也叫文殊斯利菩萨 也叫曼殊斯利菩萨 在佛教中他是七火之师诸佛母 他有无限的智慧 能度认可人 只要有人对文殊菩萨生出信心 他就能以无限智慧将你度脱苦害 文莎菩萨是智慧的代表 一个人想要拥有无量智慧 你就需要一位充满智慧的导师 而文莎菩萨就是其中不恶的选择 在每个时期人世间都会出现各种充满智慧的人物 每个人都希望那个拥有无量智慧的人就是自己 也就是说人们信奉文殊菩萨的真正原因 是希望自己也像文殊菩萨那样 素费无量 第三位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也叫地藏王 在佛教中他是愿意的代表 特别是他的大愿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他为了度跨众生 永远自己永不成佛 永不亦利盘 永远做着度跨众生的事情 这种毫不利己 专门利他的思想 值得每个人深吸 第四位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代表的是落实的人性 他把前面这三种孝敬慈悲智慧 运用到生活实际当中 这就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相当于我们的教练 他带头真学真干 引导大家发十大愿望 快走 拥抱每一种生活 进入多一种生活 那我说一断 你怎么做的 我说一断 我说一断 我说一断